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世界末日的到来 醒来后脑海里就多出来一个末日倒计室 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却没想到 莫是最可怕的不是丧尸 而是变异动物和人心 死亡比我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隔离在家两个月 疫情突然宣布结束 就像突然被隔离时 一样令人错步防击 上一秒还在家葛优躺上班摸鱼 顺便凌晨五点起来抢菜的 我下一秒就接到了 公司通知第二天上班的消息 就像从ICU病房 突然要被拉出去 强制参加马拉松一样 起初的期待完全化为了惶恐 解封试射 孔在我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两个月养成的 朝时晚二的作息习惯 没办法让我瞬间早睡早起 从十点上床翻来覆去 一直到熬到了十二点 非但没有半丝困意 反而越来越精神 无奈之下坐起身打算来个箭子 操量疲惫过后的自己强制入睡 事实证明确实有效 但不出意外 早上病得提前一个小时 就开始想到五个闹钟 都没叫醒我 睡梦中的我 似乎在梦中又做着梦 潜意识明明感觉醒了 但人其实还在梦中 耳边时不时响起的铃声 如同催命符一般 而自己始终无法挣脱这种 被一个又一个梦困住的感觉 碰了一下脑袋 被身后的丧尸一把抓烂 心红粘稠的血液 在眼前晕开 身体才一下子 被惊醒才发现是梦 浑身是汗 且四肢如同丧尸了行动能力般 两膛在床上许久都没法动态 大脑也一阵一阵的发疼 咪 她像往常一样 站在自己的脑袋边 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但身体稍微缓过来后才发现 那红色只是她身上的衣服 虚净一场 心跳渐渐平稳 达而平时做梦醒来时 都会忘记或者直接变得模糊不清 但今天的梦只是有些混乱 却没有丝毫的遗忘 闹铃最后一遍响起 是8点05分 是必须从家出发的时间 听到后根本来不及多想 翻身下床穿衣 洗漱 出门一气呵成 顶了一张连水乳都没擦了脸 气喘吁吁的跑到公司 才看看卡当上班的点 原本尴尬的我在开早会时 才发现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 偷偷藏起忘记 换掉的拖鞋 敲咪咪的将脚伸进桌子下面 试图掩饰自己一特已经射死的心 我敢保证这一次 真的可以算是这24年最尴尬的一次 没有之一 可能也是由于疫情之后第一天上班 大家都不在状态 顶了一双黑眼圈的 我也没那么夸张 算起来昨天也睡了差不多7个小时 但可能是因为 一夜做梦睡眠质量不好的我脑袋 不但昏昏沉沉还困顿不堪 悄悄将墨鱼精神发挥至极限的我 趁着空荡假眉了一小会 而就是这一小会的功夫 似乎让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假眉的这会也没能避免做梦 而这次的梦却比早上的梦有条理的许多 等醒来的时候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电脑屏幕上的时间 竟然才过了10分钟 虽然我也觉得这些梦是假的 可是突然出现在脑海中一闭眼 就可以看到的倒计时 却让我不得不相信这一切 若是倒计时10天0小时24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上面最后的数字在1点1点地翻动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虽然我现在奉行躺平原则 但我也不想一年早逝啊 而我绝没想过在24岁的这年会 发生那么离谱的事情 这时恐慌的我 没控制住猛地站起身 伸下了椅子 发出刺来一声刺耳的声响 看着办公室里所有人投来的目光 惊恐的话硬生生地堵在了嗓子里 我非但不是射牛 反而是个实打实的的射恐 一旦人家过分关注 哪怕在紧张激动都能瞬间没声 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小夏 怎么了 侧对面林主管依旧温柔 亲和徐徐问道 猪 主管 莫师要来了 我们 结里巴巴的好 容易要说完话 就被一阵阵巨大的嘲笑声打断 我的脸张疼一片 怕不是隔离在家 莫师小说看多了 现在里面不能自拔了吧 对面和我一直有协谱对付的万劫 夸张的嘲讽声 似乎打开了众人八卦的开关 而我毫无疑问的 是话题的中心人物 猴子派来的逗逼都没你有意思 两个月不见你幽默感 没想到提升那么多啊 小夏 柳一说一 你这丫头还真有意思 为了激起大家的精神 莫师谣言都能编出来 要是莫师是真的 我来断后 大家跑 叽叽喳喳的玩笑话不绝于耳 我正准备再辩解两句 温柔的主管 一改往日的好脾气 立声打断了众人的玩笑话 声音渐渐小下去 而我在主管一记责怪的眼神 和身旁的同事 拉着下才僵硬地坐下 许文 你看到那个倒计时了吗 我说的是真的呀 一脸焦急地向身旁的许文解释 但明显他似乎并没有看到 我说的倒计时 一脸猛逼的样子看着我 我想再说些什么 可是他又重新开始了工作 似乎根本不想听我说 那些鬼话般的故事 我哑了嗓子 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 可是脑海中的时钟 依旧在一点一点都跳着 心红的数字 不但刺激着我的心脏 更刺激着我的神经 从倒计时出现到 离之后花了三个小时 早午饭前赶回了家 试探了很多次 都没有人能看到这个倒计时 而我说的话 也没有任何人相信 设恐着我放弃了 一方面时间 确实不多另一方面 也怕被当成神经病被人带走 我也曾试图劝说自己 这万一是假的呢 万一是没睡醒虚惊一场的幻觉呢 和心里的不安 和做梦的场景 但我没办法去读 更何况 家里还有已经退休了的爸妈 他更是放心不下 索性借着这件事情 直接先回家吧 反正这份工作 我也不想做了 而且由于 这边疫情一直反复 他爸妈也一直担心 再加上家里 处于农村 地管人稀 如果漠视来临 也仍然比这里安全 打定主意后 我便快速行动了起来 在回来的路上 联系好拉货公司 考虑到回家购买物资 恐怕会在以后 引起别人的注意 不如直接从外地购买后 直接运回家 再加上司机也在这边 后期安全上 也更有保障血 最后我忍痛花了 将近小一千 顾理一辆密封式车厢的货车 虽然我爸妈 每个月都硬要 给我打几千的生活费 桌里也有一二十万的存款 但每个月当牛做马 才挣四五千的 我来说 这真的不算一笔小费用 屋子虽生活了两年 但一向不喜欢随便乱买东西的 我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 装好一些重要物品 带上猫就差不多了 至于剩下的一会楼下 收垃圾的大爷会来拿 剩下不要的垃圾 估计等一下扔两趟 也差不多了 房东是个很和蔼的大爷 整天笑眯眯的样子 但我再次看见 他却忍不住的色缩了一下 克制住内心的恐惧 交接好手续 大爷并没有为难 就溃缓了押金 他问我怎么突然要回家 我借口说父母身体不好 着急回去 大爷没说什么 说了两句 注意安全就要走 或许是因为 想到了老人在梦中 或变成丧尸的原因 在明知道 他不可能相信的状态下 依旧好心的提醒了几句 没想到 老人经一反常态 认真地记了下来 后来分别时我才知道 原来他家才十岁大的小孙子 也天天喊着这个 说实话 虽然不确定 有没有人有和我一样的遭遇 但心里莫名地 得到了一丝安全感 而另一方面 更加确信了事情的真实性 货车司机来时 我已经制定好了 自己需要的物资清单 但我没有着急 给父母打电话 告诉他们这件事 一方面是由于担心 他们年纪大怕接受不了 另外一方面 更是怕他们先无意 走漏了风声 但有些人注意到 他们家的异样 在未来引起一些麻烦 毕竟他的老家 只有一栋三层高的 自建小梁楼 在不重新修盖围墙的情况下 很容易被人抢劫 老家村里虽然人少 但是具体该怎么样说 怎么样提醒都必须有个底 否则就怕好心害了自己 毕竟有些乡邻 会眼红 会看不得别人好了 幸好他从这里回家路程 也差不多只有三四个小时 再加上 批发财买什么的天黑钱 也可以回去了 而留给他的时间 稍微确定了一下要求后 便开始蒙头搬运起东西来 站在一旁背着猫包 拎着行李箱的的 我松了一口气 还好没有问东问西 要不让我连买这么多东西的借口都找到 加上我手中的行李箱 和两个大纸箱子 竟然没占到车厢的十分之一 顶着司机有些怀疑的表情 我转开了视线假装在望天 但心里却有些心虚 他一定是以为我是想找运货的 而不是一个搬家的 虽然初中是为了搬家 但他想的确实没错 三十袋面 四十箱油 甚至连一旁顺带卖的面条 我都带了五袋 全部都是大包装 这些基础的粮油 按照我们一家三口的食量 吃个两三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了 看着店员在搬货的空荡 我又去了隔壁的干货区和杂货区 直接买了四十箱各种口味的火腿肠 五十箱方便面 十大筐鸡蛋 牛奶四十箱 大桶矿泉水三十箱 还有饼干 酸奶 面包 豆奶粉等做干净 让单上的基础物品被化掉了大半 正准备再买些干货 司机就打来电话说东西 装不下了 不才就此发售 要不然我相信自己肯定还会买更多 可能本身有国人喜欢囤物资 和未雨绸缪的属性吧 我总是想着多了总比少了好啊 更何况这些钱什么的等到了末世 收定只是一些没有用的纸张了 回去的路上 经过了一个卖大型机电的批发市场 顺道又买了两块太阳能电板 以及两个两个大冰箱 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由于东西较大不太好一起带走 我就先交了押金 等明年中午送过上门的时候再结尾款 一下子就花出了七八万 但我并没有因为这个花销 觉得特别心痛 看着满满的一大车物资 心里反而升起满满的安全感 就像疫情隔离在家 不论还剩多少菜 如果没抢到都焦虑反之 则会莫名有种安全感一样 紧赶慢赶 放了一身大汗 原本打算两个小时的采购 仅仅花了一个半小时就完成了 比起早了半个小时 到家十天已经黑透 城乡贫富差距过大 家乡的年轻人基本都选择 离家在外打拼 空空荡荡的村庄 涂了几个老年人并没有多少人 夏季的蝉鸣在树枝锅造的叫着 路过村头一群热闹的老婆老太太 就到了村委的家 下下 总连招呼都没打 就火急火燎的突然回来了呀 发生了什么事啊 虽已退休 但精神依旧健硕的父母 站在门口 看着那么大的货车还愣了一下 围着我连转了几圈 看不缺胳膊不少腿的 才放下心来 他们从小就这样对我 粗心大意的放养式 想起来才看两眼 却没想到我长歪了 却成了一个射恐 爸 妈 等一下我再给你们解释 咱先把东西卸下去 刚从背包里闷了一天的小咪 看见家里的大黑 竟然丝毫不见害怕 一猫一狗 打闹成一团 像许久未见的老友 这 怎么突然买了那么多东西 饶氏有所准备的两人 看见满满当当一车都震惊不已 老两口互看一眼 却没说什么 埋头一起泄齐了东西 我笑了笑没过多解释 毕竟在外面人多眼杂啊 谁知道大晚上的 还有没有来他家串门的人 还是早点安置好 人越少知道越好 东西全部卸完 归正好时间已经过了九点 师父不愿多做 停留要连夜回去 我感觉可能把我说的话 确实听进去了些 我们也没多挽留 只是又多给了些辛苦费 关好门 沿好窗 我将发生的事情 原人本本地说给老头老太太听 我并没有打算隐瞒 毕竟如果默示真的会来 越早做好准备越好 意料之外 却又有些合乎情理 并没有出现我担心的情况 他们没有不相信 我只是觉得万分不可思议和震惊 老头还欲说什么安慰的话 但看我和老妈 沉默民众的表情也沉默了 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好好的 就什么都不怕 我会保护好你们娘俩了 老头并不健壮地肩膀 将我和我妈搂在怀里 语气坚定且沉重 但我分明看到了 他眼眶下的水花 虽然并不明显 老两口年轻的时候 是在国有厂当干部的 前两年退休 就在家种种地陶也起了情操 但多年养成的雷厉风行的处事方法 依旧没有丝毫改变 当晚就将我的采购单 重新补充了一些东西 又划分好明天每个人需要做什么 怎么给别人提醒 房子该怎么样加固 一系列问题解决完后 月亮已升到树梢 末世倒计时第九天零小时 如果按照大脑中的倒计时来看 当日十点开始到次日十点为一天 末世来临将会再在 第十一天的十点左右降临 现在是月初二号内降零日七 就是十一号十点 昨天已经浪费了一天 现在还剩下九天 昨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时 我就将提示世界末日的消息 发布在了各个帖吧和网站 暗示人们一定要提前准备物资 和安全的居所 早上打开手机看到了九九家的消息 楼主这语气差点让我信以为真了 末世对于百乱的我 来和不来只有在哪里躺着的区别了 不会吧 不会吧 科学社会竟然还有人迷信 末世来了 我也不求物资什么的 只求给我留个不痛的感染方法 不气 翻着这些评论显然是没人相信我 反而把这些当成了玩笑 我不是就是主 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信不信也全看你们了 心底松下一口气 将这些烦恼甩出去 重新踏上购买物资的路 我们家位于半山坡处 住户不算多 但也可以算的上一手难攻了 老头一大早不知从哪里找到了施工队 在家紧增高围墙 还有地下室的建设 估计是多给了钱来的人 虽不算很拙 但效率出奇的高 一路颠簸 开着家里一辆有些老旧的汽车历史两个小时 踩到了市区的批发市场 又采购了些水果 家电农具日用品什么的 又顺带去了附近的农贸市场 将积压 俄各买了二十只弩三只工 还有各种蔬菜种子 果树和零零碎碎乱七八糟的又买了很多 甚至连小麦和稻种都各买了一袋以防万一 家里后院连接着一块将近十来米的山地 如果末世来了 大概也可以自己自足一段时间了 东西买完回车上时才发现 面包车装种子水果什么的刚刚好 家庭这一类却有些装不下了 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老板让他带送一下 为此又多花了一部分的运送费 粗略算一下 今日一上午消费大约又有万元 不禁赶灿一声如今的物价 还好老头手里有前两年给我藏的买房钱 要不然如今真的算是捉襟见肘 无计可食了 到家时必不可免得要从村头过 但发现今天闲聊的人似乎比往常要少了些 回到家财知晓原来是自己家老太太的功劳 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只剩了一个两个的老人 本来就没什么主心骨 又因为疫情之前就一直担心在外的人 听到这时哪里受得了 不论真假都想先借着这事把自家人喊回来 而他们现在在家的老人手里多少都有些钱 虽然有点将信将一旦基本都开始准备了起来 毕竟吃的不像其他东西 总归都是必需品 多备点也不是什么坏事 车开进后院 将东西放入一个阴凉的小库房 才仔细去看老头设计的方案 而老头不愧是年纪率领过工人修建过围墙的 看着搭建一半不但是将围墙增高的前提下 在其中加入了钢筋直接浇灌使其牢固程度 增加不说更是在墙体的建造上设计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地方 例如在墙体 按上锋利的玻璃在墙头连接上电网 看到建设成果后我忍不住对老爸竖了个大拇指 将不愧是老的辣啊 很多没想到的地方都被这个大宝贝想得明明白白 安排得非常宝位 通过两天日夜的加班加点 目前家里的围墙从一道变成了两道 外缸内滴 中间大概隔了一米多宽 都安装了电网以及锋利物等 新修的围墙直接从前院围到后院的田地 内墙仅仅将房子和一小块后院的菜地囊固在内 用老头的话说就是以防万一 如果第一层围墙破例好歹有第二层做缓冲 家里新修的地下室有两个入口 一个在房子外一个在房子内 入口的钢板都是老头花了大价钱买个房弹钢板安装的 屋外的位置也相当隐蔽 安全系数极高 而屋内的更不用说了 连我和我妈都没发现在哪里 还是老头带着我们娘俩到二楼打开储藏室的储物柜 才看到地毯下的防弹钢板 我俩简直都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屋子是五年前才重建的 施工队这两天除了把一楼的窗户全部封死 二楼三楼换上防弹玻璃 按上坚固的防盗窗外 根本没有进入过这间储物室 秘密通道应该早就有了不可能是钢建的 但我们在这屋子住了五年却丝毫不知道 在我们娘俩的强行低问下 才得知是老头当年一个人在家待房时 特别迷抗战骗 就鬼迷心窍地花大价钱见了这个 后来怕被老妈妈就一直没敢说 一直到现在 我们娘俩知道事情原委后真的哭笑不得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真的要万分庆幸 当时老头的一时的心血来潮 要不然我们一家三口真的会命丧于那次意外 末世倒计时第六天 村里年轻人陆陆续续多了起来 听回来的人说 外面现在也在传着末世言论 CEF虽出面辟谣 但依旧人心惶惶了起来 再加上不放心家里的老人都选择先回来看看情况 而且如果是假的左右 也不过耽误半个月就当先回家看看了 但若是真的别说挣钱了 就算给再多钱都没有小命重要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贪生怕死的天性 只不过有些人可以为了责任和信仰去克制 有些人却不能 由于是在半山腰上 且入村只有一条路 整座山 涂了山脚乡镇和我们这个小村也没有别的村镇了 所以大多数人才买都是需要下山才能买 山高路远 虽不算穷乡屁壤 但每家每户都只能算是小康 却没有特别特别富的 村委干部也是本村人 也不知道是因为担忧末世安危 还是想借机修建乡村 号召每家每户对钱集资 重修村庄老阔的实强 村里人不多 也就二三十户 但是对于这次集资却没有一个人反对 一上午就对好了 前下午就开始开工重修 顺便还在村里建了两座房股市的瞭望台 我第二天下山再次和爸妈一起采买的时候 看到这一幕心里忍不住的赞叹村委的好眼光 哪怕就算末世不来 等修建好了以后 恐怕再拉两个投资商搞个旅游项目什么的 也是有极大可能成功的 毕竟这下面湖泊环绕 万山殿野的绿之间 点缀着星星点点的梯田和古色古香的小村落 谁看得不说句好啊 但想归想 现实却摆在眼前且迫在眉睫 看着脑海里一闭眼就显现的 倒计时好心情也被瞬间打破 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末世后 不知道末世后 这个渺小的小村落还在不在了 末世倒数第五天 村委突然出面 统计了一下各家的人数 全村134人 不论特别远或者工作原因 回不来的9人全部都到了 我们村有宗祠 而村长也是最长者也是宗长 全村上下都在宗祠之内 所以整个村子也格外团结 而村长也是一个相当负责仁慈的长者 很受我们大家的爱戴 我们要相信科学 相信国家 但同样我们也要防患于未然 不给CF添麻烦 从今天起初村子 不但要出示安全码 还要派人进行每天的巡护和防疫 希望大家一起共渡难关 老人的声音刚一落 下面就响起了巨大的回应声 甚至上了年纪喊不动的老人 直接举起了手中的管杖 以示回应 声音虽不整齐 甚至有些嘈杂 但可以肯定没有反对的声音 老者白白手 众人安静了下来 从今天起 我们也要组建防疫小队 现在每家年轻人也都回来了 就先让我们这些老骨头休息两天 你们先帮个两日 等着人心安定下来 你们再走吧 行不行 好 下面20个年轻人乌拉拉的举起手 其中也包括我 当然最后村长没选我 理由是我是村里 为数不多的女娃娃 更何况 还是家里两个老人的心头肉 想让我多陪陪他们 看着跟前两人眼巴巴的样子 我也没有再坚持 说不准我这小体格 确实可能会有泼泼腿的嫌疑 实在不行回头做做后勤 也是可以的 村里的具体事宜 就这样暂时安排了下来 除了特殊必要村里人也不在下山 而是改为由村里刚回来的 一户开大车的司机统一进行采买 这样一来 不但效率提高了安全系数 也提高了许多 就是辛苦 列大叔每次回来 都被巡护人员 趴了两大瓶消毒水后才能放进来 时间又过去了一天 末时倒计时第四天 早在村里人陆续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向村长正式卡了白 只不过 不是说在我脑海里看到的 而是说的更夸张一些 说出现在的城市的夜空中 村长第一个反应是半信半疑 但看着我们的肯定严肃的表情 也看看相信了 乖乖浓 那么大的事情哈 西夜 怎么还辟谣啊 怪不得最近听好多人说 村长抄着一口浓重的地方方言 在屋内撑着拐杖过来过去 说来也巧 我们说过的第二天早上 官方就爆出来了说 最近可能病毒又进行了一次大变异 一下子又封了好多地方 并且要求居民居家 除非必要尽量不要离家 每天准时看早间新闻的村长 立马就坐不住了 联邦开了一场大会 因此也就有了上了一幕 到了这一天 村里的人也都打起了12分的警惕 虽然氛围依旧是很沉重的 但好歹大家心里都有敌了 我们一家三口也都松了一口气 毕竟要在这荒郊野外的山上 一个村子共同抵御即将到来的危机 所产生的存活率远比三个人高多了 还有四天时间 除了下午物资运回来的时候 想征兴地分一些 我们一家三口也基本没再出过房子了 村里人现在都在忙着 加雇自家房子和同物资 也没有空闲的人会到处溜达 除了外表围墙的变化 至今还没有注意到我家里面的 其实也不能怪我们如此小心 虽说都是一个村的 也是一个宗子的 但是这些年很多人都在外地生活发展 那些人过了那么多年 我们也并不熟悉他们如今的本性 我们不会天真的以为 在末世降临的时候 现在这么好说话和睦的人 还会那么良善 要知道人性的恶劣 只有在利益和生死前 才会暴露得彻底 家里的物资已经堆满了整整一个楼层 太阳能电板 以及室内种植的七米家电 什么都已经安装好了 这两天老头在挖建 更低一层的地下室的空道 老妈这两天 则是发挥种花家的特点疯狂的 种了各种蔬菜果树什么的 便那颗地里放眼望去 全都被种得满满当当 而我也没闲着 深知角途三窟的道理 我把一楼的物资分了三份 分别放到了楼上的储物室 楼下的厨房 而地下的储物室 硬生生地放了三分之二 不是分配不均匀 而是表面上和暗地里 我更相信不在明面上的地方 更何况这个地下室 也是老爸 从之前修建的地方另开的一间 里面做了防潮 放湿 防水等一般房间不具备的功效 之前经常看陌世文的小说 但我将水也划入了重点物资中 因为不知道陌世会以什么方式到来 只能尽可能地多做准备 增加自己一家三口活下去的待遇 村里虽然每家每户都有安装自来水 但由于村落历史悠久的缘故 除了村头村尾 各有一口深不见底的井外 基本每家每户也都有 看着并不算特别多的瓶装水 我还是以防万一将楼下楼上 利用大缸和储水桶 从门口的井里打满了水 各个群基本都被刷爆了 全国都处于一种期待而又绝望中的氛围中 准备了已经差不多的 我们老老实实地缩在家里 村里也陷入一种民众的气氛中 我们一家三口坐在二楼的客厅里 电视里正放着有关本次疫情的新闻 据消息称 北市今日五十十一点十三分 出现一起并不变异事件 被感染者会出现抽搐昏迷发热等症状 且在极快的时间内 可能演变成重症患者 并且还会伴随着感官发狂等症状 若身边有这种症状的患者 请就近寻找隔离点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及时报警 身旁坐着的两个老人不约而同地看向我 眼睛里带着明晃晃的震惊 可能这个就是前症了 但我们还不知道初期感染的具体途径 这两天也还是不要出门了吧 我沉思了一下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对 夏夏 说得对 夏夏妈呀 你放心吧 我们准备了那么多那么全面会没事的 老头搂住身旁跟了他一辈子的女人 轻轻安抚 抬头透过未拉延的厚重窗帘 平时还有点点星光和月灰的夜晚 今天却黑得可怕 现在是凌晨一点 距离脑海中的倒计时 还剩下十个小时 所有人都无心睡觉 而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爸 你带着爸先去睡会吧 今天晚上不管怎么样 都要先养好精神才行 夏夏 你先睡 我来先警戒着 老头知道我在担心什么 他也知道我前几天 整夜整夜地睡不好 他不忍心他的闺女 天天提心吊胆熬坏身体 我摇摇头 没说什么 老头却明白了我的坚持 长叹一口气 夏夏 会没事的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娘俩的 别担心 爸 你在想什么呢 别多想了 我们已经准备了 那么多又那么叩善了 我们一家三口会好好的呢 对着哀声叹气 还想再说什么的 老爹赶紧回去睡觉 老妈没说什么 只是在进房间前 拍了拍我的肩膀 一切尽在处严重 早晨六点 窗外下起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原本在南方天 开始梦梦亮的时候 今天的天空依旧暗得像快飞幕 现在特别添加一条紧急讯息 据天气预报有关部门称 可能即将迎来一次 涉及全国范围内的大降雨 请有关部门做好安排及准备 窗外划过一道 闪电轰隆隆的巨响 惊醒了许多人 村庄里陆陆续续亮起了好几盏 发着朦朦光亮的窗户 暴雨 卧室 丧尸 脑海中似乎有个念头一闪而过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夏夏 你先去睡会 等下吃饭 我再喊你 卧室的门被轻轻打开 老爹走了出来 是 是啊 我突然一机灵抓住了那个念头 在梦中 那个预言梦 雨里有毒 来不及解释 慌忙打电话给村长 让他通知全村多注意后 又慌忙报了警 没想到接线员以为我在开玩笑 还说什么报假警要承担责任 我保证了很多遍 可他依旧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无奈之下 我只好转战网络上去传递消息 虽说这样可能会造成延误 但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是否 你看 网上都在说什么水里有毒 一个穿着研究员外套的年轻人 在时刻关注着网上的信息 有毒 又是哪个末世言论者一想出来的吧 一个年长者看了一眼 并没有多在意 不像 师傅 你看那个原贴 有理有据 我们要不检测一下吧 以防万一啊 那行 注意安全 年长者沉思了一下 连想到已经发生了 众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点头同意了 而就是这种出于职业精神的素养 对整个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两个人看着检测的结果都震惊不已 下一刻就拨打了总台的电话 接到消息的总台 也没有丝毫犹豫立即上报 同一时刻 全国各地的人工消雨 立马不数了起来 9点10分 全国各地都响起了一阵阵 类似烟花爆炸的声音 接着笼罩着天空的乌云颜色 在缓缓变淡 降雨越来越大的趋势 也开始慢慢呈现变小的趋势 早已接到通知的民众 对此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 心中反而安定了些许 9点50分 除了下雨并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 我熬了一夜却没有丝毫困意 和父母一刻不眨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屋内只有现场直播报道的新闻 而窗外只有雨打在窗户上 发出的啪哒啪哒声 突然不远处的天空 闪过一道极亮极亮的光 没开灯的房间都被照得通亮 我看到一幕终身都不会忘记的场景 在不远处的天空像是裂开了一道口子 暴雨清爬下 那不能称之为 陨水了而是实打实的瀑布了 据测试 人往地平方向看 最远大约可以看到4.4公里 而那清晰的一幕 证明这个距离远没有达到肉眼的极限 围绕着村庄的大河肉眼可见的上涨 我们一家三口看着这一幕愣在了原地 本次降雨已进行人工消雨 部分蓄水区将进行降雨引流 各位民众请不要惊慌 耳边的声音被远处的轰隆声取代 河流奔腾着向远处呼啸而过 天空渐渐放晴 远处天空的泄洪也渐渐变小 指针指到了十点 好像一切都在电好 而末世的谣言仿佛也不公自破版 但就在众人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异象开始平盛 末世降临第一天是以平静拉开的畜牧 由于雨水中可能含有未知病毒 如有碰到雨水请及时清洗进行消毒 请广大市民暂时不要出门 具体情况请等待各地安排 看着新闻上出现的新通知 以及网上刷到的各种各样的新闻 总感觉很不踏实 似乎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一般 夏夏 你去年回来不是买了两架无人机吗 突然被老爹的话一语惊醒梦中人 与其被困在家里远不如直面的观察 更能解决问题 安装好无人机 上楼顶将其放飞 无人机在空中慢慢的盘旋 时时的画面传到了手中的屏幕上 爸 你看这个河边的是不是很不对劲啊 我飞了那么久都没有看到一个动物 我看到老爹转到身后看着屏幕上的画面 越看越里没 往年长水山上动物都会往高处跑 今年怎么那么安静 真是奇怪 无人机越飞越高 村周围的情况渐渐都收入镜头中 依旧没发现什么不同之处 无奈之下只好作罢 外面渐渐又陷入了黑暗 村里除了巡逻的几个人都安安静静的 一觉睡醒 起来时网上破天盖地的都是变异动物的消息 官方也发声明 请各位居民在家做好蛆虫防护等重要工作 如飞地要请得要离家 各地消杀足以安排就位 广大市民请积极配合 网上虽仍旧人心惶惶 但很多人依旧抱着乐观的态度 凌晨四点 窗外依旧如同浓墨一般有黑 下下 网上说的那些你看看就好 咱们这不是城市 家里什么老鼠蟑螂肯定也没那么多 而且这农村里 这些小动物藏得比人都好 没事我眼眶有些发酸 我远没有自己想得那么坚强和勇敢 反而面临生存危险时 自乱的阵脚 随着各地降雨造成的动物变异愈演愈烈 哪怕是我们这个 身处在半山上的村落都遭到袭击 是一群常年生活在河边的水塔 它们的体型没有变大 但它的牙齿和前爪变得锋利无比 而且也产生了弹跳的能力 杀伤力惊韧 所有人人都没预料到 一时轻了敌 我也想不通 它们为什么会来到离了那么远的地方 但它们就是来了 那一夜最后的结果就是 七八只水塔全部被杀死 而村里造成伤亡的共有12人 将近三分之二的是年轻人 而这一切都只是刚开始 老爹也参与了那次战斗 他比较幸运止滑伤了手臂 但对于这种丧失了理智 且明显趋向于丧失化的动物 我们不知道是全国都断了 还只是我们这一个地方 但所有人都敢轻举妄动 更没想过要下山去寻求帮助 因为山下已经乱完了 漠视前四天从外地好不容易回来的人 说他碰上山下的一变 好好的人都变成了电视中 身体溃烂面的全非的样子 他们无差别的攻击着所有人 而这个回来的人说 自己比较幸运跑得快的一信念 但他衣衫蓝绿身上染血的样子 却没一个人相信他所说的没一点问题 村里除了他的至亲哭着闹着 要将他放进村子 其他的人没有一个同意 如果他变异 那对这个将近有四分之一 都是老年人的村子 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回来的人 他们一家是属于宗祠的直系一脉 家中加上那个年轻人 就只剩下了四口 而两个五十多岁的人 就只有这个二十来岁的独妙妙 撒波打滚以死相逼之下 村长无奈抠携了 再要求是他们必须将人关在家里 且他们一家都不准外住 他们也同意了 没想到漠视之下 是万万不能告有侥幸的 那个男生隐瞒了自己被咬伤的事情 在那个晚上也变成了丧尸 送饭的母亲 兔骨房急之下被咬 家中的父亲和奶奶也未能幸免 待众人赶到时 一家三口都变成了丧尸 并且想要突破大门攻击众人 村长下令将他们直接烧死在屋内 没有人再说什么 因果循环罢了 我们一家三口 看着熊熊燃起的大火里 消失在火光中的人 心里忽然生起一种唇亡齿寒的心计 末世第七天 断了信号的第二天也断了电 村里的夜晚 除了燃起的原始火法 又陷入了黑暗 我们家虽然有发电机 但最近雨天产的电能不多 又深知数大招风的原因 除了供应家里的冰箱 和院墙上的电网 其他时候再也没有用点 到了夜晚 实在是看不见的时候 也只是开没有窗户的一楼 和卧室的灯 一方面为了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 可以看清 另一方面也为了那点点光 带来的安心 然而事实证明 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在又一次漆黑的雨夜中 全村都遭受了 姗姗来迟的老鼠发动的攻击 而我们家也未能幸免 已经将屋子堵得严严实实的房子 依旧让无孔不露的老鼠闯了进来 家里的大黑 往常都会和我们一起睡在楼上 但今夜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跑了楼下 大黑突然的叫声 在漆黑的夜空响起 守夜的老爹 听到楼下的动静 通过后来建成的动眼 看看什么情况 却看见了一只只破墙 而入胸向壁露的老鼠后 正想唤大黑上来 没想到他却自己冲了上去 鼠类越来越多 淹没了大黑的身体 老爹想要去救 但已经来不及了 慌忙叫醒了 在睡梦中的我和老妈 三人家一猫 快速地从落室逃到了地下室里 大黑的哀嚎 渐渐消失在了嘈杂的声音中 在我们刚进入石头顶上 就传来了乱糟糟的动静 夹杂着滋滋的叫声 黑暗中的三人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握紧了手中的砍刀 随时准备应对 这关乎生死的战斗 一旁的小咪 似乎也意识到什么般 浑身毛都炸了起来 但意外的是 也没有发出丝毫的声响 不安性的是 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老鼠并没有发现我们 或者说这群电异鼠 并没有将我们藏身的地下室 抢地咬穿 不知道过了多久 楼上渐渐没了动静 但我们没有轻举妄动 还好地下室有之前存放的吃的 才不至于 让我们三人以又饿又累的状态上去 老爹打了头阵 在我们娘俩的担忧下 率先从怨强的出口去去 观察情况了 女性的体质 天生就没有男性有优势 更何况是 常年累月缺乏锻炼的 我和身体一直不好的冷情呢 我们清醒地明白 遇到危险时 不但出不了力 反而会成为拖累 我们能做的 就是保护好自己 不给别人造成麻烦 我们娘俩互相对望着 我在老妈的眼中 看到深深的自责 天生就不擅长表达的 我只能紧紧地 握紧她冰凉的手 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好好的 屡气万分肯定 但我的心里却陷入了怀疑 我们真的能活到末世结束吗 老爹没一会就回来了 但是表情却万分明重 面对我们的询问 也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隐约间 我似乎看到这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在微微地颤抖 纵然心里已经有了准备 可看到被硬生生 拉穿的墙角和菜地里 一块又一块地坑洞时 心里还是难受的像是 堵住了一团棉花 让人无法呼吸 母亲惋惜地摸着 被糟蹋掉的快成熟的菜 却没有多说什么 回到屋子 看着一片狼藉的场景 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破掉的围墙旁 淋散着几只硕大的老鼠尸体 和一堆还带着血落的碎骨 想象一向是感应到了什么 一向爱干净的他 徘徊在那堆碎骨前 久久不愿离去 而嘴里发出的 我从没听到过的乌叶声 悲惨而起立 他一双灵动的眼眶里 汇聚着一颗泪珠 滴落在那堆碎骨上 溅出一小朵血花 而我们早已泄不成声 大黑陪了我们九年 在距离他生日 只剩两天的时间走了 我们明白 现在再多说什么 都是无用的了 只有想办法 在后面的日子怎么活下去 所有人都可能会死 永远不知道意外 和死亡哪个会先来 现在只是末世降临的第一个月 至于什么时候末世才会结束 我们谁也不知道 甚至有时悲哀的想末世 会不会永远都结束不了 我们会不会等不来救援 将零散的一两只老鼠 全部杀死后 我们迈出了院门 看着外面围墙边 被垫死的一群老鼠尸体 头上不禁又冒出了一层冷汗 我虽没有看到具体的场景和数量 但足以可以想象得出当时的凶险 站在路上 可以从村尾看到村头 除了零零散散 躺着几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再无任何人影 我们带着之前积攒下来的汽油 手里各自拿着一把锋利的长刀 去寻找幸存的人 但我们心里都清楚 这场的鼠巢 足以让多少人病命 天上的太阳 明晃晃地挂在正空 忍着恶心处理掉 已经完全死掉的尸体 在末世来临的第一孤兽巢之后 村里出现变异的人类丧尸时 最统一的处理方法 在大脑没有毁坏的前提下 需要将大脑进行销毁 才能进行焚烧 这也是我们出来 带一把长刀的原因之一 路上的几具尸体很快被处理完 但我们的时间也并不多了 因为从尸体变异到丧尸 只需要半天的时间 而我们在从变异署 出现到离开地下室 差不多也已经耗费了五个小时 我们从村尾进行搜救 心却越来越沉 因为我们已经搞了一半的村子 却只遇见两家幸存的人 并且都已经处于重伤的状态 从零零散散的经过 大致可以确定这些老鼠的嗅觉 及其零零且咬合力也惊人 一般的水泥墙根本阻拦不了他们 而村里像我们家那样 舍得花费大价钱 见得堪比铜墙铁壁的地下室 更寥寥无几 所有搜救都结束了 除了一家和我们家一样 有的坚硬地下室的人家 和两户重伤的人 再也没有其他人 躲过这场劫难 全村134人 除了末世初期 一直没赶回来 不知生死的三人 如今活着的只剩下了九人 而这九人还包含着 我们一家三口和那重伤的两人 看着重伤的两人 我们都陷入了沉默 我们只存了简单的消炎药 和普通的小症状药物 像眼前这两人一个身体 被咬得残缺不堪 一个头发中 似乎有个大坑的人 我们完全束手无策 但令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是 内护幸存的人家 在得知这件事情后 二话不说地 抢过了我手中的长刀 直接将还能说话的 两人解决了 滚烫的鲜血 溅满了长刀冰冷的刀身 颜色红的吓人 都默示了 还留着这种累赘 你们是嫌自己活得不够长吗 内护人家是一对 月末三四十岁的中年夫妻 带了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 小男孩和一个 才五六岁大的女孩 而动手的 就是那个中年男人 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个小女孩吓得大哭 那个男孩将他猛劈了一脚 你个赔钱货 哭什么哭 小新直接给你扔丧 丧尸嘴里小女孩 被迫止住了哭声 凌乱的头发下 一双眼睛含着泪花 他们并没有过多地重视我们 态度堪称恶劣 甚至我还从他那一位 深长的笑里 察觉出了满满的恶意 看着我的眼神 也是赤裸裸地令人 浑身起机体疙瘩 老爹说他连祠堂里 笑题中心理疑廉耻 这几个大字都忘得一干二净 而我心里却想的是 他不只是忘了 只怕他的恶念 要打到我们头上了 如果不是没摸清我们的底细 恐怕我们连回去的机会都没了 我们处理好了所有人的尸体 由于时间花了较久 其中有一句尸体丧尸化了 而那句身体正好是 我们怎么也找不到的村长 干瘪的尸体变得清黑 身上的皮肤全都溃烂不堪 索眼空洞一片 而右眼的白眼球四条飞掉 父亲反应很迅速 一刀下去制止了他前进的脚步 已经变得黑红的血液 在凹凸不平的地上 缓缓晕染开来 我止不住的呕吐 本就没吃什么东西 只能吐出些黄水 可空空荡荡的 胃依旧翻滚的厉害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 毕竟那些不熟的尸体 虽然会感觉恶心 但也仍然达不到 这种难受到呕吐的境界 可能不只是恶心 更有压制不住的难过吧 我们回了家 将大门从里面用铁链 和巨大的木霜关牢 围墙下的坑洞 全部用水泥填延石 围墙上的铁丝 也加大了垫幅 内墙里面不再留有菜地 直接将带泥土的地方 全部用水泥加固 而那些所剩无几的 完整蔬菜和果树 全部搬到了三楼的花房里 原本就没多少空位的地方 被摆得更加严实 带到所有东西 都重新加固好天也黑透了 我们为了以防万一 全部搬到了地下室里 去睡 只留了一个在楼上做警戒 而三个人则是分时间 断轮流警戒 老爹原本是反对的 他觉得自己少休息 一点无所谓的 但被我们娘俩 一口同声的拒绝了 全家就指望你了 你要还不把自己照顾好 我们娘俩怎么办 老爹红了眼眶 什么都没说 下去休息了 今天虽然都很累 但是老爹干的都是瓶力活 对于已经五六十岁的人来说 本身就是一种 后知了更何况再让他熬夜 我坐在楼上心中止不住的难过 一肩发酸 一种哽咽被压在心底 今天的事情说不难过是假的 后半夜正有些昏昏沉沉时 透过窗帘露出的缝隙 看见村落中隐约跑过的黑影 瞬间打起了精神 但那道身影 似是发现了什么 并没有过多停留转头 又跑向了村头 村头目前就只有一户人家 而村委也只有一户人家 至于是谁也就瞬间不言而喻了 后来接连两个月 又经历了大大小小好几次受仇 但幸运的是 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只不过要时刻时地 去腾心胸骨那些被损坏的地方 更要时刻打起精神来警惕 这两个月依旧没有收到外界的丝毫信息 而信号也依旧没有恢复 只是村外渐渐多起来的丧尸 告诉我们情况并不用乐观 末世第六个八天 我生病了 是很难好的热感冒 最近的天气开始变得反常 白天的温度最高已达到48度 半夜最低时甚至还有36度 高温带来的坏处 就是井里的水位开始降低 我们家的井在全村的深度 是数一数二的了 每次打水都开始变得艰难 更别谈村里其他地方了 而我们也不止一次 看到村头那家人到村中间来打水 也不止一次 看见他们在不停地张望着我们家 但是高温也带来了一丝好处 山里的树木都被晒得粘板了 浓密的草丛也渐渐变得稀疏 很多没有被感染的动物 都选择藏进了更深的深山里 而那些便一手 要不然就是也跟进了深山 要不然就是下山 我们这边基本上也没什么吃的了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也很少再来骚扰我们 让我们有了短暂的喘息空间 由于我的生病 爸爸严厉地阻止了 我想要轮班警戒的要求 强制性地让我在地下室里休息 偶尔再不是很热的时候 也被准许上楼来待一会 但也仅限于一会 楼上的虽放了一台风扇在不停地运转 但空气里都是燥热不堪的 吹出来的风又会好到哪里去啊 没有了太多性命上的危险 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 又恢复了短暂的宁静 但小咪的情况却有些不容乐观 她开始出现烦躁 发热 甚至有时不时戳突的症状 我们猜测她可能被感染了 但是我们不愿相信 她和大黑一样 都是我们亲人一样的存在 但是很多事情 并不是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小咪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 再一次我们没注意中 从楼上屋子里的笼子跑走了 她没有选择伤害 我们而是选择了一种惨烈的方式 楼上的防弹门 不知道她是怎么存给人弄开的 像是上面却沾满了她的血迹 甚至还找到了一节断掉的指甲 明晃晃地挂在了插销上 我们还试图寻找最后却没找到 只找到了围墙上一坨 被铁网刮掉垫胶的猫毛 我不知道她是死还是活着 但我希望她活着 我想万一有奇迹呢 但世上又哪来的那么多奇迹 我们在一起只有短短四年的时光 她与我而言更像是生命的一束光 不及时的慰藉 她虽不会说话 但我却知道 她在生命的最后 尽头都不愿意伤害我们 后来的日子 我们依旧会在每天晚上就煮满满 两大锅绿豆茶 一锅冷藏一锅冷冻 白天天气热吃不下饭 就会喝点绿豆茶 提提胃口 然后再做些凉拌的面或者凉菜吃 日子一天天过去 苦中作乐的我们 甚至还开玩笑 说这样的日子也不错 但谁都知道 又一直都是这样 别说五六年了 恐怕三年都撑不过 不说外面的丧尸了 就只论这些末世前 微不足道的老鼠 都足以要了我们的命 我们都很知足常乐 每个人都抱着 活一天赚一天的想法 心态上倒没有多崩溃 天气越来越热 在末世第三个月 在一年中日照 最多最炎热的大鼠石温度 直接破了55度 外面的天气不但有高温 更有强烈的紫外线 屋外种的植物也变得枯黄 可能由于太热的原因 村口的那家人 也许久都看不到踪迹 虽然他们之前 对我们抱有深深的恶意 但同为人类 同为这个村的幸存者 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挺过去 不是因为我们善良 而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最近一段时间 由于天气太过炎热 大家都没什么胃口 晚上只是稍微做了点吃的 就解决了一个 结果就是不出意外的 我们这段时间 平均每个人都瘦了 至少十斤 不能锻炼 也导致体质 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但万幸的是 大家都没有生病 或者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本以为今晚会 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 我发现了门外 有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看身影是大人鬼给小孩子 懦默 快喊 听话 要不然 被打 懦默糊糊的声音 从门缝边传来 紧接着 叔叔 阿姨 能不能 给我点水喝啊 稀稀素素的声音后 一个颤颤 对一个小女孩声音传来 厚重的铁门 却被一旁的中年女人 敲得蓬蓬作响 大有一种 不给就事不罢休的感觉 夏夏 怎么回事啊 老爹从地下室 听到动静上来 手里却拿着一瓶 用塑料瓶装的井水 您都把东西带上来了 还问我呀 我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我知道 这肯定是老爸和老妈 商量过的 他们只是怕 我不同意给爸 我和你妈 想着他们也可怜 三家里的井水 基本都见底了 更别谈其他井了 老爹摸了摸头 叹了口气 不是我不愿意给 只是你们也听到了 那人的架势是抢逼 不是商量 就怕是白眼狼 我接过水瓶上了楼 打算从房顶跟过去 楼上楼下的窗户 全部用防弹玻璃封死了 我也不可能 就这么冒冒失失的 给他们开门 更别提现在是半夜 楼下的人接到了水 似乎险闲不够还想要 多的没有了 我们家也断水了 我干净利落的 将他的话堵在了嘴里 女人又僵持了一会 见我态度 没有丝毫的软化 就甘心的走了 一直乖乖站在他身旁的小女孩 却对我说了句 谢谢 虽然声音很小 但我依旧听到了 磕磕绊绊的 跟着女人的步伐也跑远了 人虽走远 但他的在黑暗 若隐若现的窃窃眼光 却在我脑 怎么也忘不了 我明白 那是一种对水的渴望 我希望他可以活下去 这个听话懂事的小女孩 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大暑过后 温度开始慢慢下降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重新恢复到了 夏天正常的温度 我们的胃口也渐渐好了起来 温度下来了 却依旧没有丝毫 要降雨的迹象 而那一家子人 从那天起 就雷打不动地 开始问我们家要水 从一开始的小女孩 和他妈妈一起来到后面 就只有小女孩一个人来 看着小女孩 在短短两个月 就从胖姑姑的模样 变成了皮包骨头 说不心疼是假的 我想把她放进来 好好吃一顿 但我并不能确定 这会不会是个圈套 会不会隐忙碌事 我只能从而求其次 每次都多给她一小瓶水 并多给她点吃的 等吃完再给她一大瓶水 让她带回去 我愿意给她吃 却不愿意给那对 不要脸的夫妻吃 一开始 小姑娘是拒绝的 并且害怕地往旁边黑影里看 无意中的动作 我却明白了意思 我没有抢过她 我们俩似乎有种默契犯 只要她看看 四周我就知道 拖延一会再给 等她不看的时候 我再把东西扔下去 我们并没有过多的交友 但我有种感觉 她和她那一大家子 亲人并不一调 可能是因为她小小年纪 就经历太多事情了吧 直到后来 我才发现她过得 甚至比我小还要惨 到了末幅时天上 开始飘起了 稀稀粒粒的小雨 而那个小女孩 也没有再来问我要过水 我也没有机会 再多给她吃的 看着渐渐多起来的变异动物 每个人又变得异常警惕 也开始变得提心吊胆 一个雨夜 四周黑漆漆的 照就是开了两盏灯 一只硕大的变异刺猬 又捧进了房子 在屋内大肆破坏 幸好我们藏得快 她也未能冲破 地下室的坚固壁垒 我们又侥幸逃过一劫 只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人心竟然比这种 失去了理智的变异动物更可怕 第二日凌晨 在变异刺猬走后的第三个小时 霍雕的围墙墙角又传出了动静 待到我们发现时 他们已经进了围墙 放肆地偷着我们 辛辛苦苦种的菜 一片整齐的菜地请客间 就变得乱七八糟 怒火中烧的我 恨不得立刻下去打他们一顿 却被老爹拉住了 他们是故意的说话间 还示意我看他们身后的包 那里露出了杀猪刀的长柄 这把刀是村头杀猪人 李大爷家的祖传刀 在三年前丢了时 还闹出了好大的动静 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看见 你们来我们家干什么 看得越来越嚣张的两人 甚至还想动手 捡卖墙铁网上的现实 我真的忍不住了 站在屋内高声呵斥 但我万万没想到 两人会如此恬不知吃 最近家里没菜了 相信你们家应该也吃不完 给我一点不为过吧 中年男人站在一片狼藉的菜地上 一脸趾高气扬的样子 没有丝毫被抓包的愧疚感 不要伤他的当 老爹长叹了口气 吓他的肩似乎将被都压弯了一些 看着一瞬间变老的人心中 泛起一阵酸楚 窗外的人依旧在挑衅在叫嚣 他们想借此来激怒屋内的人 想纠占雀巢 其实他们早在第一次数巢之后 就将这座堪比坊垒的房子占领 奈何里面的人太龟缩 始终逮得不到合适的机会 尤其是后来天气越来越热 井里的水开始慢慢干涸 在他们吃不上水时 他们在这里面吃喝玩乐 凭什么 现在末世了 就一个老头和一个老胎 还有个奸 不能扛手不提的女人 他们凭什么占了那么好的资源 李天成越想这些 心里越痒得很 他想在这末世里过好 过舒服 想要有人伺候 有个漂亮的女人给他暖床 反正已经末世了 就算他杀了人谁又能管 更何况是在这鸟不拉屎的半山腰里 欲望使人胆大 而李天成更是手当其冲 碰碰碰铁锤一锤又一锤的声响 敲在了众人的心上 我们一家三口实在是没有想好 这人竟然贪婪到这种程度 不相看了一眼 是约儿童的提起屋子里的 用来杀虫除草农药 趁着两人不注意 直接从楼上绑了下去 嚼了他们一头一脸 既然你们都狠心到 想要治别人的死地了 赖铁怪我们不客气了 你们怎么能那么狠 等救援的人来了 我一定会告你们 让你们吃不了多得走 两人猝不防击中了招 气急败坏之下 还不忘倒打欲爬 药液的腐蚀性和剧毒性令 两人疼痛不已 屁滚要流的 又重新从那小洞里爬了出去 出了一口恶气 但我们却没有丝毫的开心 原来末世里 其他的灾难都没有人心可怕呀 不怕贼抠就怕贼惦记 以前虽有所骚扰 却总归没有撕破脸皮 如今却直接撕破了脸皮 怕是又会出什么阴险的招了 直到后来才再次证明了 我们的担忧明显是不多余的 他们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 以什么样的方式 吸引来了一批丧尸 轰隆隆的从村头冲向村尾 而我们的墙上 地上门上都被人糊了血 我们不敢想的是洞血还是人血 站在楼上往下看 暗红的颜色 直接盖住了一大片的墙 院内被扔了一块 看不出形状 沾满了凝固血液的肉体 丧尸并不聪明 但会前腹后继地向前冲 不知道疼 不知道疲惫 身上又带着急易感染人的病毒 人类束手束脚 而丧尸却可以一往无前无所顾忌 两相对比之下 平白落了下风 墙外传来一阵阵嘶吼 片流传在腐烂的身体上 刺激出令人呕吐的味道 清黑的面容上挂了一张张碎皮 各个皮包骨头的样子 活像一个个复活的干湿 恐怖又恶心的样子 太阳能的蓄电 在一次次的电击中疯狂流逝 而那些铁网也渐渐变得岌岌可危 老爹从另一侧的地下公道 成功地勾到了那块碎尸 将其甩了出去 嗅觉灵敏的丧尸 见此立刻向那块 不慎明显的碎块哭去 转眼间就消失殆尽 楼下摔碎了很多屏幕 是前我最爱的香水 浓烈的腐臭味 掺杂着冲鼻的香水器 显得诡异无比 可能是因为一直没有人类的气味 浮现在空气中 也可能是看到了意外 闯入到村里的兔子 这些丧尸渐渐散开 放弃了我们家这块 吃力不讨好的烂骨头 这次生死存亡的丧尸危机 至此结束 但丧尸却没有消失 饥饿状态下的丧尸 不论是爆发力还是凶狠度 周远超末世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像处于一个狂暴模式一般 除非他死 否则绝不可能放过眼前的食物 其实早在李天成 用这个阴狠的招式 就应该会想到报应的 损人不利己 只想着置别人于死地 可是他却没有想过 别人物资比他多 居住地点防御 比他高都会死 他又怎么可能不会 直到后来 他们终于得到了报应 同样也连累了无辜的人 我并没有看见 他们是如何招惹了丧尸 只知道再次看见他们时 他们正被丧尸 追赶朝家跑去 从三楼的最高位置 正好可以看到 他们家院门 凄厉的叫声 从那一对夫妻的口中发出 震破天际 屋内的院门 不知道为什么被牢牢堵死 任凭他们怎么拍打都不动分好 而那个胖的 跟猪一样的小男孩 也看不见踪影 男人强迫女人蹲下 而那个唯唯诺诺的女人 也照做了 男人借着力爬上了高墙 而他上方 一个小丫头 吃力地正从上面拽着男人 底下的丧尸冲了过来 先军一发之际 男人蹬了女人一脚 女人亮腔地撞入 哭面而来的丧尸群中 一道惨叫声 戛然而止 我看见女人 最后回头望了一眼 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后悔 自己跟的男人 竟然是这样的货色 而那个男人 此刻正半挂在墙上 他的腿被丧尸拉着撕咬着 可能是死亡前的威胁 激发了人的潜能吧 男人一下子借着手力 脚猛的一蹬墙 竟然爬上院墙 而那个小女孩被猛的一拽 一时没撑住 竟直直地跌下了院墙 我的心猛的一跳 身上惊吐了一身汗 幸好那个乖巧董事的女孩 身上绑了一个绳子 但显然是 我想得太天真了 那男人竟然没有出手 拉他一眼 他甚至连回头 都没回头看一眼 女孩的哭喊 没有唤起男人的一丝怜悯 只引起了一群 刚分尸完一个可怜女人的丧尸 一个又一个的堆叠 这个我无数次 想让他活下去的女孩 渐渐消失在这一群 又一群的丧尸中 微弱的呼救声 也渐渐消失在嘶吼声中 一切都结束了 只剩下了染红的绳子上 挂着的一小块破旧的碎部 在空中荡荡荡 风吹走了一切 再也找不到吃的丧尸 渐渐地开始向别处游荡 我不知道丧尸 有没有进入那间院子 里面的人是否还活着 但我不止一次地 想把那种人扎拿到 一片一片地割掉他的肉 再把他也挂到丧尸堆里 躺上那滋味 但又不愿意让他多活一天 觉得他多活一天 都是一种对人这个字的谢 矛盾的念头和那些场景 再一次又一次地折磨着我 在午夜梦回时 一遍又一遍地 被小女孩的哭声惊醒 我这时才真真正正地明白 有些人是人 但他却不配为人 更不配为人父母 时间在一家人 窝在屋子中悄然流逝 天气也从炎热变得越来越了 村里再也没有人来过 好像成了一块被人遗忘的世界 有时我们甚至以为 已经回到了末世前 自由地渴望 让我们数次想要踏出房门 却被一次又一次地 变异兽制止了脚步 寂寞会让一个人的 心里一个人的情绪 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 但乱性的是 我们一家三口 虽然渐渐都变得不爱说话 渐渐地变得翻来覆去地 说重复的话 但我们会相互鼓励 我们为了彼此也没想过轻声 后来我甚至开玩笑地想 大概再也没有任何时候 比那时的我们 更离不开彼此了吧 如果当时但凡有一个人出现意外 另外两个 也绝对等不到救援了吧 天气越来越冷 一度达到了零下二十多度 我甚至怀疑过 防弹玻璃会不会冻碎 但幸好它比想象中质量还要好 我们又过上了 在地下室整日保暖 取暖睡觉聊天的日子 我们有电 但没有信号 手机中保存的电视小说并不多 但是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仍然觉得很有意思 直到后来 我甚至都能将这些东西 废下来时 我才惊觉我们的这些日子 是有多无聊 但事实证明 无所事事 真的会麻痹我们的神经 在恍惚中 漠视竟然整整一年了 我们开始商量 要不要冒险出去看看 要不要去打听打听具体情况 虽然很危险 虽然不一定会有结果 但人真的是群居动物 如果有希望 谁也不想以后的无数年 被困在这小小的一栋楼里 母亲的身体又开始不好 整日整日的咳嗽 外出的事情就被耽误了下来 但万幸的是 我们幸好没有下山 因为过了不到一个星期 从山下涌上来了丧尸潮 巨大的声响 将我们从梦中惊醒 轰隆轰的声音 甚至比山红还要可怕 慌望之中 我们连查看都没来得及 查看慌忙躲入了地下室 接着声音越来越近 北墙倒塌 丧尸的嘶吼 隐隐约约 似乎还夹杂着枪炮的声音 接着房子开始晃动 头上扛来碎裂的声音 慌忙之下 直接进入了老爹 当初自己又单独挖的 另一个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更深 更坚固 我们亮枪地坐在一堆池的上面 大气都不敢出 老爹用铁棍紧紧地卡在门上 又翻过一落又一落的 水箱紧紧地堵在门口 我们似乎有种预感 这次可能真的要没命了 楼上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依稀还会传来响动 我们也不敢出去 楼上的太阳能电板应该坏了 地下一片漆黑 看不到丝毫亮光 我来回摸索间 竟然真的让我找到了 可以发光的东西 仔细辨认之下 才发现只是和小小的火柴 虽然哪根火柴的燃烧时间很短 但是就在片刻的光明 却令我们贪恋无比 不知道在地下过了多久 珍惜无比的一盒火柴 也被燃烧殆尽了 地下室里 食物也快被消耗一碰 距离上次的爆炸声 响动了很久很久后 又响起了枪声 没错 是枪声 虽然依旧很黑暗 但我们似乎能看见 对方眼中的亮光 我们没有意义 手忙脚乱地 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突如其来的光明刺的 看不清东西 空气中弥漫着 弄弄的腐臭味和火药味 睁开眼睛 眼前是满目的窗移 原本的屋子 早已成了残垣断壁 高一层的地下室 也破了一个大窟窿 下面躺了一具 被烧焦的丧尸 上面似乎有说话声 和整齐的脚步声 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竟然丝毫犹豫 都没有爬了上去 入眼是一片绿色 和红色的国旗 我从未有过 现在那么激动的心情 眼眶不由自主地 泛起了热泪 我们跟着部队 离开了这个 身我养我保护我的村庄 但走之前 我又去了村头那处 未被损毁的房屋外 将那一截绳子 和那块小小的布 在郑珍拿到手里时 我才发现 绳子是那样的细 不快是那样的小 他们问我 为什么要拿这个 我告诉了他们 关于这个不知道姓名的 女孩所有的事情 他们也红了眼眶 其实说是所有的事情 也不过是在他五六岁时 这短短的数月 我所遇到的 他还那么小 或许他还没有真正懂事 但他却没有了以后 他的生命暂停在了 10月13日 那个雨夜过后的第二天 默示下这类事情 并不少见 但每一次的发生 都刻骨铭心 在我们走时 重新又长得茂密的树丛中 露出一只瘸腿身上 扑了一小块的变异猫 流星划过夜空 我许了一个 和以前不一样的愿望 任世界和平 番外 我被救了 是一个自称人的两角兽 也是一个曾经 虐杀我母亲的种族 但我没想到 它会是我灰暗人生里 唯一的一束光 我似乎从出生就带着不祥 不仅仅是一胎的四个兄妹 就只有我一个活了下来 凄厉地惨叫 和病态般的恶魔笑声 眼前是路灯微亮的光影下 被雨水冲散的血迹 母亲死前最后的呵斥 制止了我的恐惧 我不知道当时的心情 或许 那刻的我已经接受了 这悲哀的现实 我从出生就知道 我们没有家 我和母亲在这个世界上 更是极其卑微的存在 没有人会真正的尊重 爱护我们 没有 也不会有 恶魔将母亲随手丢在了 满是铁皮巨兽呼啸的路旁 他没发现 躲在湿漉漉的草丛下 那个颤巍巍的我 他走了 一切都回到了往常的宁静 但我知道不一样了 这个世界 我真的成了孤儿 真的没有人会要我了 雨下得好大 好冷 我好饿啊 我想唤醒母亲 我想把她带到一个 能躲雨的地方 可给我的回应 只有轰隆作响的雷声 震耳欲聋的鸣笛 却唯独没有 我最想听的鸣男 她的身体越来越僵越来越冷 萌冷懂懂的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可是我却丝毫都不害怕 因为她是我的妈妈 因为她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天边亮起了微光 路上渐渐多了很多的两角兽 我很讨厌也很害怕 他们不想着救我的妈妈 他们对我们就像是一堆垃圾一样 我听不懂他们的话 可我却能感觉到 我拼了命的阻拦 拼了命的威胁呵斥 可是我太小了 他们觉得可爱 觉得稀奇 这唯独没有害怕 有人想抓我 但他们却把我母亲 丢进了高高的垃圾桶里 我恨他们 我用母亲教我的方法 挠伤了抓着我的那个人 她露出了和那个恶魔一样的表情 我被狠狠地从高处 撒落到了地上 四肢百孩的痛让我生不如死 但他们定没有因此放过 我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从他们那恐怖的围栏里逃了出来 我真的害怕 我好想哭 可是我却哭不出来 似乎我们这个种族被诅咒了般 这连宣泄痛苦的方式 无论会引来那些恶魔的嘶吼 就再也没有别的方法 我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时间好像关电的很漫长 身上的疼让我感觉我快要死了 可现实是我依旧清醒 无了疼 我仍然活着 我又想我的妈妈了 虽然她在一晚上没有和我说话 虽然我才以为没有见她 我一遍遍地呼喊 抱着一丝侥幸 我想万一她又会像往常一样 听见我的呼喊 又回来了呢 万一呢 依旧是没有回应 我想照上那像做小山式的铁桶上 我想继续问问她身上安心的胃 我想像从前量让她舔舔我 我太疼了 可是太滑了 我的身上也太疼了 一遍遍地摔倒落下 有绝望 太阳越来越热 也越来越亮 可我的世界却越来越黑 我想那时的我叫声应该凄厉吧 要不然 像恶魔一样的人 怎么会对我真正的心软呢 在我奄奄一息时 我遇到一个人 她和那些恶魔般的人长得 很像却又有些不一样 她不会在我故意逃跑 故意不配合时 就将我狠狠摔下 不会对我露出嫌弃的表情 最关键的是 她不嫌我脏 她会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脑袋 就像曾经的妈妈一样 我知道我对于杀死我母亲的种族 不应该抱有希望和依赖 可我又贪心地想 万一她和那些人是不一样的呢 我承认我天真 我自欺欺人 可我真的好难受 真的好疼 我真的贪恋 这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温暖 我以为我会一个人 死在满是垃圾和臭水的角落 却没想到 我也会成为曾经羡慕过的这小 她将我带到了一间 曾经只敢在夜深人静和母亲 在垃圾桶旁 才敢偷偷看一眼的神秘地方 干净整洁还带着香气的居所 是我儿时最向往的地方 现在梦想实现了 可是我最亲的人却不在了 我不懂得离别的滋味 可我知道那高高的铁孔 已经将我和母亲 永远隔绝在了两个世界 是再也见不到 再也得不到的回应 我成了孤儿 真真切切 可怕的现实 她是个很合格的家长 而我是个最不合格的小朋友 我的经历让我不相信人类 让我讨厌 让我整日戒备 可她却从来都是最耐心 最温柔 潜移默化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渐渐不再排斥 渐渐开始亲近她 当然 亲近的依旧只有她一个 也只有她 在我这里是例外 是最仅次于我妈妈的独特存在 那个眼睛明亮嘴角弯弯 在着小酒窝的天使 她和那些人是不一样的 她是独一无二的 我也似乎成了她最重要的人 她总是容易消极 也总是容易胡思乱想 让我操碎了心 有时候我感觉她不像家长 我才是家长一样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以为我的生活会像现在一样 平淡而又幸 但一切都变了 又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天气里 她和她的父母好像在担心上 我听不懂 但我能感觉到到山雨欲来的压抑 我颤抖着躲在狭小的床底 我一见如故的朋友大黑 也趴在旁边陪着我 我们虽不是同族 可除却语言不通外 胜似同族 其实我有个秘密 从三个月前我就感觉到 我自己的身体发生了某些变化 这种变化很神奇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 就像是能感知到更多的东西 或者说是一种预测 但这种感知是一种很不稳定的存在 这种变化我在大黑身上也能感知到 就像是同一种变化 我们语言不通也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没办法去寻找更多的答案 但这种变化带给我的没有高兴 而是浓浓的担忧 在梦中总会出现一个画面 我竟然咬死了我最重要的人 我想这是假的 可他却又屡屡出现 然而不只是我 大黑似乎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他的眼神里也出现了惶恐不安 动作中也变得更加谨慎和不确定 我们四处想找寻发生的原因和契机 可是找不到 我想找他帮忙 可是他只能看见我的焦躁 却没办法理解我真正的原因 我知道 或许这一切任凭 我再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 就像我母亲死时那样 我只能无助而绝望地做个旁观者 在那场暴雨发生过后的第七天 大黑变得很不对劲 他开始可以躲着我 也开始可以躲着他们一家人 我最近和他有味亲近 我似乎猜到了什么 就在那天晚上原本精力充沛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昏昏欲睡 我拼了命想阻止这股来势汹汹的困意 可是没办法 他就像是我身体的血液 让我没办法阻止他的步伐 我依旧做了那个梦 这次的梦却变得清晰无比 哪怕清醒过来后 依旧记忆有深 我预测到了事件的起因 鼠巢来临时大黑不慎变异 他伤到了 我已经累对照顾他将近十年的主人 我挣扎着醒来 可一切都晚了 事情终究发生了 我猜到了大黑生前异常的原因 我尊重他的选择 我想 如果换成是我 我也一定会那么做 可当看见那堆已成碎骨 连全尸都没留下时 我又再一次感受了 什么叫难过和伤心 我惊觉 我既然可以落泪了 甚至不止如此 那一夜之后仿佛开支般 人类的语言我也可以听懂了 我既感觉到激动万分 又感觉到不可思议 而那天我也终于明白了 他那曾经灰色难懂的名字 许一下 天气越来越热 我的感知似乎变得更强 但随之而来的 还有我对身体的掌控渐渐减弱 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大概是从大黑死的那天 我以为一切都会变好的那天吧 我能理解的东西越多 对于我们的处境 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一切都很不容乐观 徐夏也生病了 看全家人的反应 我猜应该算是严重的 在我越来越强的感知能力下 我找到一种生物 它释放出来的能量 既让我忌惮又让我向往 但舒服的能量让我明白它 可以治好我的下下 但此刻的我已经有些 心有缘力不足了 我开始控制不度的烦躁 发热以及时不时的愁愁 和想要咬人的症状 我清醒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每次醒来 身旁被损坏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他们说这可能是丧尸化的前兆 我害怕极了 怕自己控制不住 会伤害我最重要的人 怕自己会成为 那恶心丑陋的样子 夏夏知道的 我最暧昧了 末世第68天 墙上又被多刻上 遇到记录时间的印痕 线短短的 却是深刻的 像我们虽不偿的生命 却留下了不可谋虐的痕迹 事情没有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被我压制在体内的暴躁因子 终于在一天夜里爆发了 像一颗无法控制 急速下降的火球 我知道 会爆炸 会毁灭 我会伤害它们 会死亡 可我不怕死亡 我只怕自己会伤害它们 我的意识像漂浮在没有岸边的海洋 巨浪吞噬着 我这随时都会轻浮的目法 我想躲 却无处可躲 我想到了我妈妈离开我的时候 她气血般的哀嚎 是不是也是我此刻的心情 我的眼前都是血红色的 空气中 与此同时 我的藏在圆润的爪子里的指甲 也发生了变化 它变得更长更丰厉 疯狂的感觉来是凶猫 往常炉牢笼般的小屋 对我一爪子撕裂 周围静悄悄的 唯有我划过笼子的声音尖锐又刺耳 脚步不受控制的向楼下窜去 我的大脑是模糊的 或者 换种人类的说法我丧失化了 我不知道我在屋内做了什么 等我醒来时 通往二楼的防盗门上 留下了许多道杂乱的刮痕 我的爪子也鲜血淋漓 我很疼 我很想下下 但我知道我没有时间了 混乱的意识撕扯着我的神经 我的指甲被划裂 被划断 鲜血溅到了门上 流到了地上 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那么强的忍耐力和毅力 我最怕疼了 可我竟然忍了下来 没有发出一声叫喊和哀嚎 门开了 我害怕会有变异动物跑进屋子 我想关门 可我发现我做不到 我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我有预感 我就快轮了那种没有意识的变异动物了 身后的门缝里 透出了淡淡的暖色的光 那是下下为我留的 我从小就和别的猫不一样 我特矫情 我还怕黑 我还是个阴影怪 没办法 谁让我家下下 就是愿意宠我呢 可是 以后子也看不到了 身后的光 渐渐消失在纵身一跃的身影 两米多高的围墙上 精疲力竭的 我没能成功跳过去 我试了很多遍 爪子上的血流了又干 或许信念和牵挂 真的会记起潜力 我在失去神智的前一刻 竟然跳了上去 巨大的电流让我浑身麻痹 我拼了最后一口力气蹬了一脚 右腿被绊住 上面的伤口像被割裂一样 在麻痹的感觉中 我竟然可以感觉到追心的疼 我想 我是幸运的 没有挂在这电流网上成为一具凡时 身体的失重感让我跌了下去 滋滋的电流声和烧焦的毛发味 是我失去意识前最后的感知 我想 我那么死了 也是极好的 至少 下下不会一直放不下我 不会一直想我 就像幼年时的 我就明白生离死别这件事情 我就不会一直在想我的妈妈 我就不会浪费那么多的时间 去伤害下下 如果能再重来一次就好了 可惜没有如果 我醒了 似乎依旧是半夜 我发现我大脑中的暴灭因子 竟然奇迹般的减少了 我似乎可以略微控制住 自己嗜血的欲望 我很开心 想回去的脚步刚刚抬起 又顿住了 身后的汗毛瞬间炸起 一种可怕的恐惧 从我身后传来 我僵硬的脑袋往回看 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可怕生物 或者它已经不算是生物了 身形比我足足大了十倍有余 身上满是死亡的气息 最关键的是它的身子 和老鼠十分相像 但脸却是人脸的样子 不仅如此 它一个脖子上 竟然长了两个鼠脑袋 我灵活的像一边跳跃逃窜 我跑了好远 却忽然发现身后没有动静 回头望去 全身却犹如坠到谷底 它的目的不是我 而是还在屋子里下下一架 我想 或许这个生物和我是一样的 我猛然间才意识到 我已经成了个怪物 不论有没有理智 我都回不去了 下下和我已经成了两路人 或许自己这副样子 还会恰到下下 我往回跑 我忽然明白了 大飞当时的想法 这应该也算是一种 另类的守护吧 我的爪子撕裂了 那怪物的脊背 它无视我的目光 才终于正视了起来 我壮胆式的嘶吼 威胁声和不依不饶的登机 成功地击入了它 它大大没想到 同位变异怪物 我却会那么烦吧 它实力真的很强 和我感知到的一样 鲜血从我的背上滑落 浇在破裂的伤头上 滚胖而炙热 受伤的右腿 让我的行动变缓 灵活的步伐变得质色 但幸好 我把它吸引进了深山 那片到处是凶险地狱 闯进这片地方以后 我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它不会主动攻击同类了 那是因为它在害怕 深山里变异的动物太多了 我变得更加担忧且悲哀 如果都下山 不 只是几只 对于下下一家 都会是灭顶之灾 那只变异的两头鼠 最后对我祸水东引 被一只变异巨息解决掉了 而代价就是 我身上又多了几道 深可见骨的伤 就在我以为这下 真的死定了的时候 事情又迎来了转机 我竟然阴差阳错之下 遇见了曾在出现变异之时 感觉到的那抹熟悉的波动 它竟然在一处悬崖下的深水潭里 在危机四伏的丛林里 这只长相普通 和一般鱼类也毫无差别 既没有开灵质 也没有增强特殊实力的小鱼 竟然可以存活下来 很神奇吧 但表象就是如此 它只有寸长 游动间身体内 缓缓挑出那股熟悉的波动 我也顾不了是否有炸 或者其他了 随着生机的消失 我明显能感觉到 那缓缓消失的暴泥因子 又升了上来 我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 跃入了水里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或许就是 我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天气渐渐转为正常温度 我之前已经开始腐烂的伤口 慢慢好转了起来 树上很热 可是我不得不待在这里 我也不敢回去看看下下 不是因为我丧尸化的症状 没得到遏制 而是因为我真的成为了 一个不祥的存在 我似乎掌控了某种力量 变异兽和那些丧尸 既害怕又想吃掉我的存在 我想 这或许和那条鱼有关系 它的力量转化给了我 只是原本对未被感染 或变异的动物 有吸引力与威慑力 转变成了被感染者的 吸引力与威慑力 被强大变异生命体 追缴的过程 我既痛苦又开心 痛苦的是 自己又回到了 从前那种朝不放昔的日子 开心的是 自己终于恢复了 正常还有没 弥足珍贵的清醒意识 曾在无数个深夜 看着下下所在的方向 我都暗自庆幸自己的好运 如果不是天气炎热 便一寿都涌向深山 如果不是那条鱼 没有自保能力 如果不是自己恰好预见 我想 如果这都不算幸运的话 好 什么还叫幸运吗 天气越来越冷 周围的环境 也变成了光芙扑的一片 我害怕随时会出现的危险 会令下下受到伤害 但我真的好孤独 周围的变异者 和受到感染的动物 在清冷的月光下游荡 我攀爬到树梢 地上头下的是一个小小子 落寞的身影 天气渐渐回暖 一切仿佛又充满了生机 最近 我发现游荡到山上的丧尸 莫名多了起来 我感觉很对劲 我下山了 这是我和下下 一起回到老家后 第一次下山 眼前残人断地 荒草丛生的模样 和脑海中模糊的记忆重合 我没有多么的感怀 因为我对外界 本身就没什么接触 我只是觉得 这一切都太过荒凉 我四处寻找着人类的踪迹 游荡上山的丧尸 和又渐渐多起来的蜀幻 让我明白 下下他们想要活下去 总归要回归人类的群体 长久待在山上 是会少很多麻烦 可一旦真正的危险来临 就算有我再胜算 也不大 深山里那几道 让我都感觉 汗毛倒缩的恐怖气息 如果一旦进入空子 一切就都晚 我找了好久 终于找到了一对 身着绿装的人 他们纪律严明 训练有素 处理变异动物和丧尸 都十分老练 不仅如此 他们还有伤害力极大的武器 我想友好的靠近他们 可是最终却失败了 他们很谨慎 而且手上还有一种 神奇的仪器 一旦我靠近他20米之内 他们的仪器 就会发出紧造的声音 我不会说话 更不会写字 我没办法想传达我所说的 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用丧尸引导他们上山 这个方法也确实有效果 他们也确实上钩了 和我的计划也凸了纰漏 这群丧尸中 竟然进化出了高级丧尸 他虽没有人类本身聪明 也没有极大的能力 可他有了自主意识 并且可以指挥一部分丧尸 他们在我被一个厉害的 变异纵物纠缠时 冲破了我射击的防线 改了道冲向了下下家的方向 在打斗时 我的鼻尖被划破 我惊恐地发现 我的感知力消失了 或者说 那群穿着绿色军装的人也赶到了 他们用一些会发出爆炸 以及高伤害的武器攻击内波 拥有高阶丧尸的丧尸群 那狡猾的丧尸首领 在碰到那武器后 连挣扎都来不及挣扎 直接在原地炸开 黑色的血污带着腐烂的石块 建出一朵冰冷的话 我想让他们停止这种轰炸式的攻击 可我更怕他们见到 我会发动更猛烈的行动 我不怕死 可我怕 怕他们都没办法留个全尸 还好他们是有分寸的 短短两分钟清理掉 大部分丧尸后就改变了攻击方法 清理时间快到令人咋舌的地步 我躲在远处默默地注视着 如果他们找不到 我会去找 如果 如果真的是最坏的结果 那我也会选择去陪下下 毕竟这个世界 除了那唯一一道光 再也没有可值得我留恋了 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眼眶湿润的滋味 模糊中出现了那道 无数次会在脑海中出现的身影 我站直了身体 和茂密的树木 依旧挡住了大半的视线 我看不清也听不清他们的对话 可是我却异常满足 我多想不顾一切地去找他呀 可是我不能 我拖累他的 他给我的够多了 我只要看着他 好好的就好 他们的身影 渐渐融入到那群绿色的军装中 可我依旧能一眼 看见我家的下下 如果有可能 我只想做你怀里那只小猫 哪怕一无所有 因为你就是我的全部啊